新闻大白话年终破关 解任务 任务一 订阅新闻大白话的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任务二 小额月费加入新闻大白话的会员 用行动来支持优质节目 让我们一起监督政府 是 接下来花束银行创办人 郭俊盈 郭大哥 他的工作也非常特别 我看到这个 韩先生来敲门的书里面 我才知道原来我们台湾 在中台湾在彰化这个地方 有这样的一个银行 是不是请郭大哥帮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 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村的小孩 因为我们看到现在的一些环境的改变 因为我之前是担任设计的理事长 我因为在2008的时候 有一场的一个环岛的自行车 然后刚好遇到一位出家师傅在中树 他的精神感动我 他并不是说因为他是出家师傅在中树 是他因为他的理念深深的感动我 他说一个人来到这个世间 能活多久没有人可以晓得 但终有一天会回去的 因为我们这一辈子都不断的在消费 我们的一些资源 等你要回去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过你曾经为这块土地 做下什么有意义的事 如果还没有 那你就来种树 我当时就问师傅说为什么要种树 他说你看 我现在种了每棵树苗都期待它长大 开花结果 种子再掉下来 在这块土地上生生不息 这是对一个大地的爱 那奈希花就在一个凉亭下 深深的感动我 我当时回来我一直在想说 我要怎么去 呼应这个师傅这样的理念 刚好因为我当时就 我父亲有一块荒地留给我 我就自然 就突然间有一个构想 就想说不然我来成立一个银行 来请大家把树苗拿来这边存种 存放在这边 因为我当时看到 其实政府有一些资源 我们到花放这些苗木的时候 是没有被妥善的应用 很多的民众领了苗木拿回去时候 并没有好好的去爱惜它 去好好的种植它 我就把这样的一个地方 变成是一个 可以存种银行的一个基地的概念 是这样慢慢形成 我看到郭大哥手上有一些利牌 可以让我们看一下 如果说我现在手上有好几个 这个树苗 我是不是就可以来捐给 还是说我存在你那里 是的 当然我们存有跟银行的活存 跟定存是一样的 定存是永久存放在这边 有钱可以给我吗 没有 我们那个没有现金 我都常常讲说 我们是存的是奋多金 跟那个正贵的利金 利金 对 我们也是鼓励民众 有这样的概念 当然我们现在的做法是说 因为我的园区 大概将近2000坪的土地 也差不多都种满了 是 我们把这样的理念扩散到 全国各地的摄取区 我们现在也到外岛去开拓 银行 分行 我们现在前省有很多的分行 我们希望说透过我们这个 小人物的一个发想 把这样的理念散播出去 是 我觉得这个真的 这个部分不知道 还现在是怎么找到的 你超厉害 比记者还厉害 对 我们团队讨论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十年树木就俊英雄在做的 种这些树苗 慢慢为这个土地发挥更多的作用 百年树人就教育 就是教育的重要 所以我们在看到俊英雄这个故事的时候 我们觉得非常非常的有兴趣 怎么会有人在默默在彰化 这么乡下的地方 而且兄弟姐妹全部投入 他不是光他一个人 他背后他兄弟姐妹 大家都把这个爱心全部投入 然后让这个整个社会的绿化环保 然后做得更好 而且那个地方 他慢慢来发展一些相关的 亲子活动的空间也出来了 所以我觉得 把花束银行这样的概念进去 从我们的下一代的教育他们 爱护环境有多么的重要 所以我觉得俊英雄 这个花束银行 这样子一个发想 这样子一个行动 我们应该要告诉大家 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故事 非常了不起 我们常常讲说 我们台湾是个进步的国家 台湾很进步 我们台湾这个 老老以及人之老 幼无幼以及人之幼 很多东西都一点一点 你一定那个卡榫都要卡住 中间如果有一个这个卡榫掉了 全盘皆输 会乱了套 我们要讲的是 过去这一年除了疫情来 打扰我们的生活之外 有很多公安的意外 我们小老百姓 我说真的 我们只是关心自己 能不能够安居乐业 在这块土地上 我们吃的东西健不健康 会不会吃到不好的东西 以及我们家居是不是安全 我坐个火车 会不会 怎么搞就天人永隔了 那太多太多的悲剧 像高雄的这个 城中城大火 49死 这个也是一个大悲剧 为什么我们要承受 这么多的伤痛 有一些事情是不是可以避免 是不是人为的疏失 还记得今年 这个年终的时候 太鲁阁号 造成了49人离开了我们 我们49位国人同胞离开了我们 当时陈辉文 陈辉文这个大家也都认识 平常很多人叫他狮子丸 他常常很凶骂人 评论都很犀利 可是我第一次看到 他在节目上面掉眼泪 就这样各位坐在这里 讲着讲着他就哭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画面 有一对男女朋友 他们到花莲去玩 他们坐上这一列死亡列车 非常不幸的一个这样的一个 一个低级的错误 认为的错误 结果男友获救 女友不幸的罹难 后来获救这个男友 就到我们花莲的殡仪馆 女友的妈妈跟妹妹 已经赶来了 大家在那边认识 结果这个女友的母亲 跟这个男友说 她说什么 她说我没有怪你 你带我女友到花莲去玩吗 遇到这个东西 我没有怪你 但是她说我从来没有觉得 花莲那么远 这种话你给所有花莲的人听看看 她从来没有觉得花莲这么远 太离谱了 所以陈慧文在我们节目哭了 他应该是第一次在节目上哭这样子 你不要看陈慧文看起来 有时候很tuff 有时候讲话很凶 其实他是很关心一些 我们社会各个角落的人 今天真的是新闻大回顾 请原谅我们 因为2021年快要结束了 我们来做一个新闻大回顾 陈慧文他批评执政党 非常的用力 你看他在疫情扩张期间 很多人没有办法吃一口饭 或者生活无以为继 他也帮了蛮多人的 因为他自己有广播节目 他自己也做直播 他甚至为了要帮助一个老先生 他请立法委员高嘉瑜帮忙 嘉瑜后来给他一个条件 就是他必须戴着高嘉瑜的口罩 10天 所以大家就看那几天 他就戴一个粉红色的高嘉瑜 大头娃娃的口罩 这件事情让我们觉得很多 很多人的心跟他一样 因为他是花莲人 我们对很多现况是很无力的 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知道这个无力感 我不晓得韩先生 你可以不会感觉到 我们当然知道就是说 您是用做公益这件事情 来回应支持者 对你的支持跟热情 你用公益这件事情来做回应 可是很多人那个无力感 你可以告诉我们这个无力感 我们到底何以为继 其实我们从小到庙里面 很多佛教徒 道教徒去烧香拜佛 拜菩萨的时候 永远看到八个字 看到这八个字我就 心就会为之一颤 右边是国泰民安 左边会是风调雨顺 因为老祖宗的智慧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聪明 国泰民安是人要做的事 风调雨顺是老天爷做的事 所以一个和谐安居乐业的社会 老天爷负责50% 人要负责50% 也就是说人在求神拜佛的时候 把所有的责任压力 都给老天爷 那是不可能的 人要负责50% 这第一个 我们先要了解 国泰民安 风调雨顺 谁来负责 谁来帮忙 我们人要负责50% 最少50% 风调雨顺是老天爷的事情 第二个就是说 社会360行 政治只是一行 还有359行 不是政治行业 偏偏这一行 管制住了 还有资源控制住了 这359行的资源 所以谁的权力最大 谁的资源最多 谁就必须负最大的责任 这是第二个重点 第三 如果一个社会 到处充满了哭泣的声音 在黑暗的角落里面 然后到处充满了 嗷嗷带谱 这样子一个心酸故事的话 从事政治活动的人 你就必须负最大责任 第四 从总统到里长 为什么有议员跟委员 我们脑袋 一定要看清楚 很多人不明白 有长的你要负责 有员的你要监督 当官不带长 放屁都不想 也就是从里长 林长 县长 市长 部长 总统 行政院 长 你只要是长 你要负最大责任 你要负 因为你有官方 这个是非常清楚 你有员的 你就负责监督 议员 立法委员 代表 你是员的 你就监督这个长的 所以今天所有的责任 跑不掉 你就是必须最高最高 有长的这一行 你要全部要负最大的责任 因此我觉得 从政就是自己思考 以民为本 还是以己为本 当你的心 思思念在老百姓身上 以民为本 你的一切的做法 将是贴近民意的 如果以你以己为本 民重要 力重要 能够很潇洒 挥洒 对得起列祖列宗 选上这个 对得起列祖列宗 几重要 那你的一切的所作所为 你不是以人面为优先 所以我觉得 慢慢慢慢这样 表述完毕 大家可以了解 权力最大的 一定要负最大的责任 我刚看到这个 海先生是把这个 行政人员院长 放在总统上面 你是故意的 不是 有长 因为总统他没有这个长 但是他权力最大 OK 我先讲长 我描述这个长这个字 这个长整个中华文化 这官场文化 这两千多年来 因为有长 你就要负全部的责任 有缘你就负责监督 就是这样子 是 好 那个严大哥 严大哥 我们还是要回到你的身上 因为你在做的事情 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事 虽然你没有长 你也没有缘 他是面店店长 面店的店长 右边那个 去你是银行的行长 对 你做的事情超级伟大的 你知道我们这是一个 每个人都要雇自己 虽然够性命 每个人都要雇自己 生命的人的一个环境 赔钱 如果你赔钱 然后这个 如果没有人在捐钱 你还会做下去吗 其实这个问题 我跟我妈妈 很早之前就讨论过了 没有人捐 我们还是一定要做 不然他们要去哪里吃 可是你不觉得说 这是政府的事 如果说政府会照顾到 那么多事的话 我们就不用做代佣面了 真的 百姓就不会发起 那么多的社团 或者是协会 在关怀这些弱势 如果他们有注重到 这一块的话 其实 我觉得我们百姓 还是要互相照顾 如果老是奢望政府的话 真的炸得要死 所以我们现在就只能 甘苦人 自己叫甘苦人 现在是变成这样的吗 这是正常的吗 社会本来就是充满着爱心 各行各业 其实十步之内必有芳草 你处处都可以看到 这些有爱心的人 只是我们不能让 这个爱心冷漠掉 还有一个 很多人在捐助的时候 在帮助的时候 最怕被欺骗 例如我散心捐款 捐到一个地方 去照顾这些人 这个散款被扭曲使用 这个捐款人会非常生气 我已经可以察觉到 这样一个现象 所以政府这边 绝对是要挑最大的责任 剩下很多很多很多 社团 宗教团体 也做了很多的贡献 总而言之 这一方面 我还是觉得希望 我们台湾的朋友 对这个土地 对这个台湾的人民 我们还是一样 充满了爱心 充满了真正的高度的信心 这是我的一个期待 所以这也是 这一次我们畅销作家 韩先生的目的 看着您手上这本书 这本书 现在看起来 已经在高居排行榜的 第一名了 这个是你原本就想要达到的 这个设定的目标吗 我们没有想到会变 各大输入店的排行榜 销是第一名 这个是有点吓一跳 但是我们很希望是把这些 爱心的小故事 告诉民众 让大家造成一个善的循环 使得所有爱心的人 愿意更付出行动 这一个一个小小小小的人物 小小的 事实上他们一直不停的在做 然后我们希望大家能够 一起能发展我们的 把我们的爱心发挥出来 所以这个书的百岁 是要捐出去吗 对 有一部分还是会继续行善 对 我们过去有很多事情在做 未来还会继续做 如果这个有一些盈余 我们也是会捐赠 给一些需要的 这就是韩先生来敲门的最大的目标 我们先进一下广告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我们下集市販 thing to happen with my people communities 有关职 给 seguinte 何必领 不应该